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冰海決勝 怎麼決勝 在今天做了實彈射擊 還要來告訴您的是 立法院那天當然也很亂 到底陳雪生的肚子頂人家的背 算不算性騷擾呢 3Q哥在今天也被嚴厲指控 說他打人 到底他有沒有打人呢 等晚上會來到節目現場 好 我們剛好來介紹 在今天來到節目現場的來賓 要請到國民黨台北市議員 邱小平 大家好 資人媒體員 尚英夫 大家好 要請到民進黨台北市議員 梁文傑 大家好 也沒領到三費捐 我沒領到 當機啊 好好檢討一下 要請到軍事專家施孝偉 全體好 大家好 好 稍後 前雄三飛彈總工程師張誠 以及台灣基進黨立委陳柏惟 Thank you 各位加入我們的討論 現在我們要馬上為您連線的是 台灣郵政產業工會發言人陳廣志 廣志兄你好 主持人好 好 廣志兄 我現在先念一個新聞 聽說今天三費捐很亂 有多亂 稍等來問你 我們來看三費捐太踴躍了 當然大家去領錢嘛 90分鐘賣出了16點6萬份 但是郵局也當計 一早9點多就當計當到10點 當計13分鐘好亂 郵局首賣三費捐 有民眾就在櫃台咆哮說 BANG BANG 我都六歲金為什麼 我要分單雙 而且這個單雙怎麼分 大家也捂傻傻的 郵局的記卡後領三費捐 讓基層怒翻了 怒轟這是違法 而且據說已經有超過千人 連署反對這個政策 但還是硬推上路 好 所以現在我們來請教 廣志兄 我們現場有非常多的來賓 有人領到也有人沒領到 來 小萍 那個發言人 我請教你 當初為什麼找你們郵局 郵局一千家 到禮辦去辦有9800個禮辦 方便多了 而且我講個內幕 當初紙本有沒有 塞進去的時候 找郵局員工 找台電 找公營事業 還找動員三個監獄的壽型人 塞那個紙本 塞進來 那表示紙本需求很大 他非要認為唐鳳 就可以搞定所有電子連線 他以為電子連線會多 紙本少 可是111人力銀行做了民調 70%希望紙本 現在已經到80%了 80幾% 因為一直當機 你以為唐鳳就可以救了 這個海公公 院長嗎 唐鳳變無縫了 被犧牲了 廣師兄是不是當初的模擬設定錯誤 數位方面會有達到三成 但是到後來預期 預期跟實際上面是沒有達到 只達到一成多 所以達到一成多的話 那後面就有兩個實體券的 超商是採預約制 那郵局是採現場排隊 那當然如果跟政府的預期 那個不吻合的時候 那郵局的負擔跟人手 還有機器都是一個很大的危機 廣師兄我請問一下 當初有沒有模擬設定 大概會有多少人去郵局領實體券 那實際上的現況 跟當初的模擬設定是不是差很多 當初的設定 最好的狀況是600萬 600萬 現在呢 現在看香港文也800萬以上 差200萬 不僅差200萬 如果超商過期沒有去 例如說超商會當機 都可以再郵局 所以這是不是當初一開始 在設定會有多少人次 就已經模擬設定錯誤 對 它那個預估量就已經 就已經沒有達到它的預期 我們郵局也一定要承接 我們承接 我們就是希望 最好就是人手要搞 完工效果要搞 你的系統不要當機 稍等來講當機的事情 台灣今天大當機 今天有民眾在整台批佩局有嗎 多少都有 你像當機十幾分鐘 大家阿伯就沒有 阿伯什麼 今天進行是怎樣 可以說一下 我們今天前面就是 早期就沒有三孫 我們的人都會說 這個在黏涼的比較慢 到月後 他直接就有機器就當掉 當掉之後 人家在那裡等 還是要等多久 人家在那裡等 我現在還要等 你們機器這麼困 你郵局是都不在改善 沒有 你郵局機器這麼困 沒有 我問一個問題 就是你們當初預估要動用的人力 跟到最後發現要領券的人比較多 後面又跑到郵局去領 你們動員的人數有增加多少 還有一件事你們的正常業務影響多大 我以這樣來看 我們是幾乎全員動員 從上到下都動員 就是用我們最大的那個去 去承載 最大的人力去承載 那我們平常像我們如果說 像我以某一個舉個威力 本來是八個窗口在做 做那個櫥櫃授險業務 今天會剩下五個窗口 然後又加開了兩個 再發振興券 所以總共是五個窗口 再加五個窗口來發振興券 然後還有一個 這機動在用 在做那個電話預約 那在四點多的時候 有的小局已經反應 他們是四把 本來是原預定四百 然後再接一百也八萬 那以我所在的這個郵局 他是預定一千一 但是我看目前的狀況 我們這個局應該會再增加 我講個話 好 來 小平 他設定 政府設定一塌糊塗 設定六百萬在郵局處理掉 對不對 對 那現在顯然是超過八百 可能會超過一千萬 這第一 六百萬都已經容納不了 為什麼一千萬 我要幫郵局員工講個話 郵局員工多慘子 他又分單雙號 沒有那麼搞清楚 剛剛主持人你講了 那單號去的話 結果你是雙號你不能領 可是別人呢 別人單號雙號 家人多領四五個 嗶嗶就過關了 這到底怎麼辦 那現場 他就說 我現場來 我本人來單號雙號弄錯 我不能領 別人就可以領四五個 不限單號雙號 郵局員工被媽慘了 你知道嗎 背黑鍋 我認為非常慘這個事情 所以這是一個 全台灣人都知道的秘密 就是 怎麼單號雙號 其實我們的系統 根本沒有防呆裝置 換句話就是說 今天應該單號去領的 但如果你是雙號 你拿你雙號的健保卡 BB還是過關了 所以老百姓就會跟櫃台的 服務人員說 你怎麼不可以領 我已經排隊半點錢了 你怎麼可以賣給我領 我老婆的人 躺在頭三十八度 我排隊排隊 你怎麼不可以賣給我領 我們都會有告示 也會跟他講說 這個你這個是雙號 廣誌還沒過 還沒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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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下廣還沒過 歐巴桑的機上就說 你怎麼可以賣給我領 你這個人怎麼這麼沒意思 這麼沒人情 對啊 所以你像我今天 有看到一個例子就是說 他是要幫人家理 但是他是雙號 那我們的櫃台跟人家講說 今天要單號才可以 這樣要怎麼辦 不然我幫你這麼久了 我叫我們女兒拿資本來 就只能這樣 我們這已經不錯 因為他是住附近 那如果說他硬邀 我們以服務的精神 大概我們還是會通融 你看 會通融 不能這樣子分流 再分什麼流 所以至少一定要從系統的那一端 要能夠確認 今天不能領 他就要不能過卡 不能過卡 這樣就沒話說 不會造成第一線服務人員 像上次的萬元之亂 要紅美 口罩就可以 你看口罩後期的時候插進去 你領過或是單瘡不能 他就不會進去 他號稱一分半兩分鐘 可以完成對不對 但是今天有人實測要六分鐘 對 那林志玲拍過一個公益廣告 檢查子宮頸癌 六分鐘護一身 老百姓等六分鐘就中風了好不好 你怎麼可以扯到那裡去 不不 不 不 如果排 如果全家五個人 他幫家裡五個人領 六六 三十六 一個人等三十六分鐘 這麼熱 曬太陽 你覺得會不會中風 那就講一下那個 什麼計卡預定大反彈的事好不好 其實郵局員工是這樣的 一開始我們是認為說好 那六百萬到六百萬以上的流量 如果能夠不集中在前面 就在七月份 不集中在七月份這兩個禮拜 那是OK的 但是後來政府又跟我們加了一個 叫做網路預約和電話預約 又加了一個網路預約電話預約 後來我們的部長又講了一個說 可以寄卡 寄錢 寄卡跟寄錢 那當然我在我們公會有提出反彈 剛剛阿堅主持人有講 就是我們辦了一個網路上面的 那個成功 有去投票 那當然就把就立刻又轉換了說 不強制 不強制說郵局可以接受寄卡跟寄錢 那就目前我看到的客局的做法 幾乎都不願意讓客人寄卡 寄卡後來 假麻煩 所以這裡頭還簽聲 其實預約本來就在超商預約 現在連郵局也可以預約 但郵局也可以預約 你們是不是另外要開一個預約窗口 對不對 現在大局是還好 你們有開一個專門預約窗口嗎 對 他沒有辦法開預約窗口 他就事實會跟現場領號碼排跟排隊的人 那我幹嘛預約 那他要如何去 預約的人如果跟現場排隊人一樣 我都要去排我哪就預約 沒有 這也會 現場排隊人會看到 如果說預約的人 有預約的人 他就很快的去處理 然後他們在那邊排隊的 這也會出問題 所以現在他預約的人 預約現在是7月20號 網路預約是7月20號 7月20號才會上線 那現在問題是 7月20號又會是一波新的大考驗 禮拜六的考驗更大 好 謝謝廣次接受我們的視訊連線 因為本來不能在郵局預約 現在在郵局預約 廣次就跟我電話說 阿拜是不是要開個預約窗口 那開個預約窗口 如果窗口不夠多 預約的人排的 如果比現場領的人還差 那也要被罵 對不對 那如果 窗口有人可以去值班嗎 人不夠用 那如果預約窗口要開很多的話 又會排擠到原來他們的業務 所以假模樣的 我覺得郵局的預約 應該不會有很多人 因為你會有預約這個習慣 或做這種動作的人 你大部分都會去操商去除了 你們民進黨會不會有預估錯誤 你們當初說只有六百萬人 現在八百萬人 甚至一千萬人 你們這次說預約不會很多人 那不會很多人 你幹嘛開呢 應該是這樣講 我們這個太高估 台灣人電子化的程度了 其實我們本來以為說大家 你就承認模擬預估錯誤 不是 我覺得一件事 文傑要講一句話 這個就是彈頭學者的最大的問題 彈頭學者他根本不會去考慮 你的生活習慣形態 對 每個人都在暈度 我講一句話 我會用電子支付 但是我領完了 要給我小孩去買東西 我怎麼用電子支付 我一定用10券 我要給爸媽10券 全家人說 我們集資換電器換台電視 我們一定是去領券 我即使會用電子支付 我都去領10券 彌夫 你的意見我都贊同 但是我講的是說 現在其實超商你是可以 本來就可以去預約 對不對 本來就可以預約 那我們本來以為說很多人 因為超商 台灣有1萬2千多間 它密度實在太高 所以我們本來以為說 大部分的人都會去超商 做這個預約的 沒有 但是後來才發現說 其實很多人拿著健保卡 去超商那個 譬如說 用很久 能很久 當機嘛 有的時候當機 但是很多人顯然 顯然沒這個習慣 你今天早上的習慣 我今天早上是這樣 我是已經預約好了 然後我也收到簡訊說 今天可以去超商領了 結果呢 然後我早上差不多 10點鐘去的時候 他們跟我說當機 所以今天不能領 所以你領到了嗎 我到現在還沒領到 如果連兩位 其實都領不到我 我們怎麼領得到呢 沒有 他們應該早上 是同時間 因為是幾個超商 領處音的口紅 本來領得起要去買口紅 說阿老婆 那他錯過了 他要給他爸媽 是不是我們偉大的院長 不願意把公機下放地方 是這樣子 其實當初發現金 或是像馬鈴九那個消費券 都沒有關係 你不要去交一千還領三千 很複雜 這第一個概念 哪很拗 他就不要學前朝 然後他也不要把功勞 放給地方 地方有多厲害 有一萬個禮辦公室 有千錘百列的名證系統 還有每個里長都很熟 人頭 里長 每個領長都有兩百個部隊 巡守隊 領長 這些都可以幫忙 兩百個服務 一個你三千人 四千人 一個人服務十個 二十個 是不是一如反掌 那你把全國兩千萬人 搞到一千多個郵局 你只把郵局員工整死為止 他錢我出 那我很拗 那我很霸道 然後他外號叫海公公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他去那個海邊 那個去那個北海岸巡視 防曬油 他老婆家塗一點點 格力霜 他塗多塗三十倍 他整個臉變白的 你們看過 這個有點像 鹿頂記的海公公有沒有 這誰說他像海公公的 那個網路講的 那海公公最厲害的武功是什麼 你知道嗎 化骨元長 高雄 台南兩個局長 就被他換掉了 檢察局局 都中長了 中長了 那海公公 最後下場是不太好 你們有沒有看過鹿頂記 是周星馳的 所以現在誰可以救蘇貞昌 誰可以救海公公 你知道嗎 周杰倫 因為搜集有一條部隊長 公公偏頭痛 好冷喔 這個 你可以只有這樣嗎 所以他 他就是不肯 中央地方是夥伴關係 他就是不肯讓地方 一起來完成一個大事 一個好事 能把這麼困難的東西 你扛不住 所以三倍券 禮拜六才是大考驗 在今天還不是最亂的 禮拜六可能會更亂 不過我們緊接著帶你 來關心的是我們的 漢光36號演習 在今天進行 冰海決勝海空操演 而且在今天非常精彩 在我們九棚基地做實彈射擊 我們來看漢光演習 九棚基地飛彈射出 跨破天際命中目標 好 蔡英文守住航特部營區 而且今天是睽違13年 我們的艦龍級潛艦 戰雷驗證成功 成功的集成了把劍 所以要好好來談 我們在今天的冰海決勝 冰海怎麼決勝 今天是模擬什麼 今天我們模擬的部分 我們看到主要的科目 都在九棚基地進行 因為九棚基地在哪 九棚基地其實在這邊 你就說這幾天不是各地 都有那個什麼愛國者幹嘛 其實說真的 今天如果攻擊軍 要對我們發動攻擊的話 它的主要目標會是什麼 它的飛彈第一波 它要用地對地的彈道飛彈攻擊 對不對 地對地的彈道飛彈攻擊 你看 像軍港 基隆港 還有蘇澳港 還有馬公港 還有左鷹港 這幾個是重要的軍港 我們在今天模擬 跟對方要打仗對不對 對方 他們的飛彈 要來打我們這麼多的基地 我們怎麼接戰呢 好 這時候我們看到 前幾天在木大動物園 有愛國者山 台中那個港附近 也有愛國者山 愛國者飛彈好像一時間 台灣各地都看得到 當然 你說 所以今天用我們的愛國者 來接戰 對 愛國者 我們說愛國者 全台灣各地都看得到 只有在九棚基地打 為什麼 第一 當然你不可能 用那麼多的愛國者去打 愛國者很貴 沒有 我們就模擬 所以今天九棚基地 就模擬我們用愛國者飛彈 來接戰 怎麼接戰 我們愛國者要攔截什麼 就攔截中國大陸的 短程地對地彈道飛彈 如果說以東風16為例 它的射程道長達1000公里 所以它的發射的距離 也絕對不會剛好就拉到 台灣海峽的岸邊 它一定是在中國大陸的內陸 從它的駐地 會有一個發射的位置之後 開始發射 發射以後 所以我們是模擬 我們去攔截 對方的東風16嗎 對 它那個東風 那我們有什麼來模擬 東風16的飛彈 它其實是因為本身你看 像這種飛彈發射上去 它垂直發射 它飛行的滾跡 就像你去丟一顆石頭 我們管那個叫彈道 有一個像潑物線一樣 對 潑物線的一個彈道 那這個時候 它快要掉到 我們頭上來的時候 這個時候 它從上面掉下來的速度 大概是音速的八倍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就用愛國者 從下面先監測到 大陸的這個彈道飛彈以後 然後我們就發射 愛國者上去攔截它 當然啦 我們不可能找個 一千公里遠 發射飛彈過來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用我們原先的 天弓二型飛彈 大概在距離 所以天弓二型 是模擬對岸的東風16 對 好 這個時候 它把飛彈發射以後 先打到一百四十幾公里的高空 然後再讓它掉下來 這個彈道 它模擬的程序 就跟我們看到 地對地彈道飛彈 飛過來之後 重新要進入大氣 然後掉下來 打到我們的這個模式 就很接近了 那這個140公里的模擬 跟對岸的東風16 如果假設 這樣來打過來 會非常像嗎 就是彈道 高度會非常像嗎 我們講這個彈道 跟飛行的模式會很像 所以就藉由這樣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進去模擬 那當然 那今天我們的愛國者 有攔截成功嗎 我們愛國者 那個二型 發射之後 攔截成功了 然後除了愛國者二 發射之外 另外我們就是也用天弓三 做這個攔截敵戰機的這個動作 所以第二個是 攔截敵方的戰機 剛剛那是攔截對方的飛彈 對 那像這個天弓三 它其實也可以攔截彈道飛彈 像我們剛剛講的 愛國者現在數量不夠 所以我們的天弓三 也有攔截這個彈道飛彈的能力 但是天弓三 今天的模擬是什麼 本身它原先的 這個射箭目標還好 其實也可以打彈道飛彈 但也可以打戰機 例如像如果說 攻擊軍第一批 用彈道飛彈 它一共會打6到7波 特別是第一波 第二波 癱瘓了我們的空軍基地 還有軍港以後 這個時候它的戰機 就要開始進行制空權的奪取 所以它的戰機又要飛過來 像殲-16等等這些戰機 會到我們 同時它也會引誘我們的戰機 上去跟它進行決戰 這個時候一開始 我們不可能拿那麼多戰鬥機 去跟它丟 所以這個時候 常射程的天弓防空飛彈 就肩負起了第一階段 攔截敵機的任務 所以在今天模擬 對方的戰機 背來我們這邊 我們用天弓來攔截它 用的應該是天弓三型的 對 天弓三 我們昨天有講一個 天弓三攔截 剛剛您說模擬對方 比如說它的殲-16 對 我們就講到 昨天也講到一個彈機 彈機彈 第一個彈的這個部分 就由天弓三 還有像天弓二 然後還有包括像愛國者等等 這一系列的飛彈 你可以打飛機 也可以拿來打這個彈道飛彈 好 我們請問張誠 為什麼今天用愛國者二 和天弓三 一起來搭配一個攔截飛彈 一個攔截戰機 這樣的搭配是一個最好的搭配嗎 好 我想講一下 我們現在整個在台灣的防空作戰裡面 我們清卡區分成兩塊 一個就像剛剛校偉兄提的 就是防戰機的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防彈道飛彈的部分 那我就利用這機會把這兩 我們的天弓飛彈 跟愛國者飛彈的性能 我們就做個比較來做分類 那剛剛那個校偉哥真的是專家 他剛剛講的彈機 彈機 彈這個 真的是我們現在防空的這個機構 我們平常我去菜市場都說 雞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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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你們這個模擬演習叫做 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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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是這樣子 我們來看看我們一些參數 我們的天弓二型彈 它的最大攔截距離是200公里 我們不要小看這200公里 200公里如果從台灣海峽 部署天弓飛彈 甚至在外島部署天弓飛彈的話 有些大陸的內陸領空的部分的航道 已經在我們天弓二型的攔截範圍內 換句話說 現在如果有敵情起來的時候 當在大陸戰機起飛的時候 天弓二型彈 就是長城的第一波攔截 這就是所謂彈 而且今天用的是天弓三 天弓三 一段彈來 天弓三型它是攔截距離 我先講天弓一型 天弓一型它有兩種發射模式 一種是垂直發射可以到100公里 一種是斜壁式發射 它可以到65公里 愛國者它大概到70公里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搭配 所以當第一波戰機 經過天弓二型攔截之後 我們的戰機就可以上去做攔截 然後還有穿透的時候 第二波這時候 天弓一型跟愛國者 就可以上來做第二波的攔截 這是剛剛講的 彈機 彈機 彈的一個結構 最後到最近空的時候 其實我們陸軍還有所謂 刺針飛彈 近空防禦 這就是我們整個防空的結構 好 那關於這支隊戰機的部分 那彈道飛彈的部分 那很有趣了 愛國者三型它難 如果對彈道非常難 愛國者二型跟愛國者三型 愛國者三型性能優一點 大概到20幾公里高度 剛講的射程是遠 對 剛剛講的是射程 現在講的是高度 大概到20幾公里 大概到 我們天弓三型的話 可以到大概到40公里 40公里 前幾天我們在聽說天弓 上個月在台東外海做四射 無限高設置 那個是想把天弓三型高度 會拉到70公里 我要講什麼 這就是分工合作 比較高層 比較高空的彈道攔截 是由天弓三型負責 比較低空的彈道飛彈攔截 是由愛國者三型來負責 愛國二型也可以做這個工作 那以這個眾生來看的話 就是天弓飛彈跟愛國車飛彈 在我們整個防空來講 不管是戰機防護 或者彈道飛彈防護 都做得非常好的合作跟配合 這樣就變成天羅帝王了 比較近的 比較遠的 比較矮的 比較高的 各司其職 所以天弓和愛國搭配起來 那就萬無一失了 好 那我們再來看 海上在今天模擬了什麼 今天海上的部分 它打了熊山反艦飛彈 因為熊山飛彈 它本身是一個超音速的反艦飛彈 射程如果是高空 高速低空 就用低空高速的方式 但是我們是模擬對岸 做了什麼動作 我們才要危機 就是當然它會有敵方的艦艇 例如說它大型的艦艇 登陸艦或驅逐艦 像比如075 071這些登陸艦 或052C052D這種防空的作戰艦 已經接近到我們附近的水域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就發射 我們模擬對方的戰艦來了 對 愛國者三型來 熊風三型反艦飛彈 其實不只熊山 還有熊二今天都一起打了 也就是說熊山跟熊二 他們其實在戰術上來講 他們也是要一個相互搭配的 例如說因為我們知道 以對方現在的052C052D 都具有飽和防空的能力 就防你一口氣丟一大堆彈來 所以你能夠進行飽和攻擊 那我就比飽和攻擊更多一點 例如我先打熊山 我先打熊二 我可能從不同的方向來源 進行一個多來源 然後同時發射的時候 讓它能夠同時命中對方 所以我們今天做了多波來源 去命中這個打船 對 它有打熊三飛彈 有打熊二飛彈 如果今天對於這種軍艦的攻擊的話 它其實比如說熊三要後打 熊二先打 因為熊二飛得慢 熊三飛得快 但是等到熊二打出去之後 熊三接著打 讓熊三跟熊二 能夠同時抵達敵軍的目標的時候 這個時候對它來講是最難防範 那今天有沒有用魚雷打 今天有用魚雷 今天打的這個SUT 重型限島魚雷 因為當年我們好不容易 獲得這批魚雷一直把它當寶 一直在2003年第一次打之後 射過幾次之後 今天再把它拿出來 用來對於我們海軍的激洋艦 進行射擊 為什麼今天要用魚雷 魚雷搭配潛艦 其實有一點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今天台灣周邊 美軍他幫我們大概規劃 16個所謂的叫伏擊區 這個伏擊區都不在台灣海峽這邊 因為台灣海峽太淺 我跟你講天氣好 你在天上飛 海峽裡面有潛艦 你就看得到一條黑黑的戰點 真的看得到 是真的看得到 但是如果說他今天從東部海岸來 這個時候我們的潛艦就變成說 非常重要去防守我們的東邊 跟南邊跟北邊 所以他在基隆附近 大概有4到6個伏擊區 4個伏擊區左右 然後在整個東部海岸 大概加起來也有8個伏擊區 然後南部也有大概3 4個伏擊區 整體加起來 整個台灣周邊有16個伏擊區 那伏擊區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大家看海 都是平平的這個海對不對 但海底地形也很複雜 這個時候美軍就說 今天你們這些海底地形有些地方 你們的潛艦可以躲在裡面 然後當敵軍的水面艦 從附近出現的時候 你們就冒出來 然後射它一顆魚雷 因為這個魚雷威力很大 200公斤 今天我們用的這個SUT魚雷很厲害嗎 威力很大 200公斤的這個彈頭 你不要說200公斤 炸起來沒怎麼樣 你看炸起這麼大一個水花 對不對 這麼大水花 它可以把激陽艦 對不對 4000噸的激陽艦 整個從水裡面 抬升上來 你知道嗎 抬升上來是炸成 先把它炸出來 先把它炸出水面 然後這個時候 因為你船本身很長 而且重量很重 這個時候你船被 因為等於說爆炸的空氣壓 跟這個水壓 把它壓出水面以後 那你前後的重量重 中間被抬升出來 那是不是船就折斷了 所以先拿它轟上來之後 它就斷長兩階了 斷長兩階 今天也成功命中目標 當然也要問一下張誠 今天我們用的靶船是激陽艦 但之前不是用激陽艦 因為那兩艘被我們 吐槍烏龍給不小心擊船了 所以我們之前準備用的靶船 被擊沉了 是 我剛看的畫面 我覺得滿興奮的 為什麼滿興奮 我把SUVT魚雷稍微 普通說明一下 好 魚翼雷在攻擊潛艦 攻擊艦艇的時候 是水陷下攻擊 什麼叫水陷下 就是水平面以下 那每一艘船 都有所謂的龍骨 就像我們脊椎骨一樣 脊椎骨 龍骨在那邊 在船的最底端的地方 它是把整個船撐起來的結構 就像魚啦 我們把魚吃掉的時候 中間不是有一根那個骨頭嗎 然後再分岔出來 那個就像那個 在船底下那個樣子 那個船底下的龍骨 對 好 那魚雷 像這個SUVT雷 它的那個彈頭重量 是兩百公斤以上 這是很大 大概是五百磅的黃色炸藥 它從水線下 擊中的目標之後 它直接就把那龍骨折斷了 這樣會把它轟上來嗎 折斷之後再引起爆炸 它就是整個往上衝的力量 所以它是先斷了之後再衝上去 對 它是先撞到 它撞到才會引爆 撞到引爆之後 就跟那個水滑起來 那時候整個船就 我們船底是這個樣子 當東陸龍骨一斷的時候 它第一個動作就是 啪 它會先這樣子 對 啪 然後再 啪 這樣子 動作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魚雷的 在水線下的攻擊力很大 那個阿關你剛問到說 那個靶船的事情 因為我以前是熊山飛彈總工程師 我對我自己的這個baby 還是蠻喜歡的 熊山是你的baby 對 對 在2016年的時候 一個很不幸的一個誤射 那個熊山飛彈 射到漁船 射到漁船 那個時候 驗證了熊山的一件事情 是精準度好 好 那我說一下 我們通常在軍方有些術語 我們說一個飛彈 叫全功能彈 跟全戰備彈的差別 全功能彈 這個飛彈 不管是動力系統 或者導航系統 完整的叫全功能彈 那全戰備彈 跟全功能彈 差別在哪邊 就是我們叫做武裝段 就是彈頭有沒有裝上去 那熊山的武裝段 現在國防部 不政治說明數據 我就不說了 那它到底有多強 在這次演習有看到 我先講一下 上次打到漁船沒有反應 是因為我們的武裝段 就是彈頭的設計 叫做延遲隱性 我們當初在設計的時候就是說 如果我們打到 這是打到漁船沒有反應嗎 沒有引爆 沒有引爆 它只是 它就是穿過去 它穿過去 為什麼穿過去 因為我們當初在設計 這個飛彈的時候 是這個設計 這個飛彈在設計上 本來就要打萬噸級的軍艦的 大軍艦 大軍艦 也就是 裝甲 會有裝甲 反作用力要夠強 才會引爆 才會引爆的 所以它如果打到很弱的 它就不會爆 它就像穿過一張紙那種感覺 它不會引爆 這個是當初沒有引爆的原因 不是因為延遲隱性的原因 是因為它穿到一個 它不覺得還該引爆的東西 這是上次的原因 因為那個漁船是木頭做的 你知道嗎 只要它撞到小咖 它不會反應 等於說 你本來應該是要估計 比如穿過個 10公分的鋼板 才會爆的 結果你變成說穿過一堆木頭 它當然就沒感覺了 所以那一次沒有爆 就是這個原因 這次7月3號的時候 海軍在做演練的時候 也是拖了一艘把船到外海去 然後準備用熊山跟SUT雷 來做把船的射擊 結果沒想到早上 就第一個場景裡面 熊山打完之後船就沉下去了 對啊 烏龍 出錯 對 表面長起來SUT的一十五把隔打 但對我來講 我某種程度性裡面是高興的 怎麼講呢 這個上次在打到漁船之後 驗證了熊山的精準度 這次把一艘4000噸級的軍艦 打掉驗證了熊山的破壞力 爆破力 就是我們的武裝斷 弹頭的約定是夠強的 台灣的漢光演習 緊接帶你來關心的是立法院之亂 我們來看到陳雪生辦公室主任說 范芸太矮眼了 因為范芸說陳雪生拿肚子 頂他三次就是性騷擾 結果陳雪生就說我會看上他嗎 這個范芸更生氣了 我們再來看到藍白聯手黨陳菊 但早上聯手下午馬上就切割 到底民眾黨在想什麼 而台灣激進黨也被民眾黨罵 陳柏惟在今天來到節目現場 我們都會來問問他 吳怡丁說他準備要打他是真的罵 我們來看禮拜五勢必一戰 國民黨禮拜五有什麼樣的劇本 等會來做抽絲剝繭 我們先來談談陳雪生 到底陳雪生有沒有性騷擾范芸呢 就感覺就是後面有人在頂撞我 然後我回頭看就發現是陳雪生委員 然後他大概至少有頂我三次 是用他的肚子 那我們當時都是這個姿勢 我覺得很不舒服 我就立刻抗議 我說陳雪生委員這是性騷擾了 那他居然回我說 而且不止一次 他後來下台之後 還有繼續回 他說那個沒有用肚子不會懷孕 所以不是性騷擾 那後來在下面的時候 我又抗議一次 那他繼續說 除非我們能夠證明 剛剛那樣的行為會懷孕 所以不是性騷擾 就是帶了互動一個懷孕 他不是幹什麼 誰騷擾他 要往自己臉上貼心 做這種新聞 很避敵 我跟你講 我不想理他 我去騷擾他幹什麼 我又不是二十鬼 那個地方是我們國民 來要佔領的位置 他一定要擠到中間去 請他走他又不走 你們國民黨這樣沒水準 什麼用肚子頂也不會懷孕 說這會有夠沒水準 我覺得應該不是故意的 因為他肚子很大 他個子很大 你說陳雪生肚子很大 他沒有辦法 正好至於肚子多大 弧度的前置量 不小心頂到的 我覺得 他不小心頂到 也不要說什麼頂肚 對 後面回應不好 然後范芸 他心裡有任何不舒服的話 那就是性騷擾 我認為應該這樣講 所以你認為是性騷擾 可是我看不出來 那如果是的話 陳雪生要道歉 對 他該道歉我同意 可是有時候他的臉又很痛苦 有時候又笑嘻嘻的范芸 有時候我不曉得怎麼分辨 不是 你范芸的臉 痛苦跟笑嘻嘻 跟這件事有什麼關係 不是 因為很痛苦的時候 就是性騷擾 看感受很重要 女性的感受好不好 那如果笑嘻嘻的話 笑嘻嘻看他心情怎麼樣 說我們要剖析他的心路歷程 他到底高不高興 這個性騷擾 還要搞到剖析心路歷程 是這樣子 我覺得小平辯護起來很難受 我知道 因為陳雪生 他的回答真的是不好 他的行為 其實因為在衝撞之中 也許是難免的 是 但是他那種回答 而且他沒有否認 他說用肚子 用肚子不會懷孕 所以不算性騷擾 那有關 那我用手摸你屁股 你也不會懷孕 那你覺得這算不算性騷擾 你千萬別這麼做 沒有錯 另外一個引起爭議的是 那到底Thank you哥有沒有打人 我們也來看看吳怡定的臉書 吳怡定說了 他說那天 好多人圍著我 有張鴻路參與 沈發惠 蘇振青 邱志偉 吳秉睿 以及誰呢 在我們節目現場的Thank you哥陳柏惟 他說 他們不停聽到他們要求說 助理讓開 助理讓開 那我的助理為了要保護我 只好把雙手舉高來保護我 不然呢 我可能會被追打 來 你們要打有一定嗎 沒有啦 哪有可能要打 要打他不可能可以看面子 我跟你說 真正很重要 但是你打他不可能能夠發臉書 你意思是 但是你打他手會回到就對了 對啦 這就正常 正常去想 如果真的打這個症狂 症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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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先去養胸 看醫生 怎麼會跟我們打 他有時間看面子就表示 根本就沒人打打嘛 這就是外面了 開始很多人家為了 為什麼要為 一定有理由 吃飽作用看著女婦要請信騷擾 這個要跟正經有關係 所以給我一些時間解釋 我們明星看的朋友 要打一個這叫打折 但是有人在打麻糬的時候 你打一個叫拐叫 你看像范雲在主持代 這後面完全沒有人 沒有家庭 沒家庭 情侯之下 你用北斗餘那叫信騷擾 如果說很多人家站著 不小心遇到 什麼遇到 我想這就不是信騷擾 這樣有道理 所以范雲那個時候 後面都沒有人嗎 後面沒有人 這相片不是看得對嗎 他後面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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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肚子去頂他家 他沒有不承認用肚子頂他 他有承認 也可以很開玩笑 他的心認為不是信騷 對啊 他那人說真的要說生氣 就不說 這個我們國民都在賤 他指控你 他一定這個狀況就很好玩 這真的丁丁是個人才 後來要說作伯 那個時候的狀況是怎麼樣 你在泰國一樣 政經很重要 你在泰國在那裡生水的叫潑水節 但是他在日本他在那裡打水 他是連警察都打 連委員 國民黨 民進黨 全部在那裡打水 我先說 在這件事發生之前 我在旁邊做戰地記者 我完全沒有參與到 也還是一樣 完全沒有 這是第一例為什麼 因為他在那裡打水 然後他撿保特品撿到我 他保特品撿到你喔 再來因為他又很好玩 如果兩棟的這個 因為我小棟 我在旁邊看 我掛一個攝影師在旁邊看 所以你準備要去做攝影師就對了 他一定米在樓梯旁 米在樓梯旁 所有年贏大白的立委 全部都在上面在鎮 呂玉琳 許淑華 宏夢凱 葉玉蘭 全部都在上面 和民進黨的立委在 他在旁邊在損水 因為一個社群聚在樓梯旁 我說委員在燒泡 祖禮不要在那裡 我當作是祖禮 其實不是 其實不是 那是委員 結果我說他又不聽 他還要打水 他還要撐那個坑 我全會說你是在潑什麼水 你潑什麼水 所以那時候你準備要打得不是 哪有可能要打 我要把他放在旁邊 事實上外面 你也看得到一個很處理的事情 有一定有的 我們放大 來 我們仔細的辦一下 妳要放多大都可以 我在這裡算沒有 我如果有摸到他一支頭 我是立委 如果沒的話國民黨都要幫我倒閉 我連他的頭都沒有摸到他 你有摸到他的頭 這可能會碰到 我如果摸到就沒有 真的沒有 因為我有錄影 我剛才掛一個攝影師 他今天總說你看現場 現場兩邊衝突起來的時候 旁邊全部都做你 沒有一個國民黨的立委 他是跟做你站著會 他旁邊完全沒有國民黨的立委 你不覺得很奇怪 3Q哥 你是戴著毛巾那裡嗎 對啊 我是紅色白色的認真在那 毛巾那裡是你嘛 除了我們研究看看 你有沒有碰到嗎 沒關係 你要挑合辦法 看放慢動作也可以 我說你是怎麼在這裡生水 你泼什麼水 你泼什麼水 離開不要泼水 不要泼水 這樣喔 你最近來去拜拜 數字很多的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一下民眾黨發臉書 以政黨之尊發臉書罵你 他說台灣激進 非常善盡側翼的職責 除了開直播慢跑 在一場前丟 丟丟棒球 他說的是你嗎 呼應民主進步黨的守夜行為 看不見對不適任人的監督 也不倦任何具體的提案 成為綠營的橡皮圖章 他在美麗嗎 他在美麗嗎 因為台灣基金在日本 只有一室啦 所以 他就是美麗 我想應該是在說什麼 其實他就是講你嘛 他說台灣激進 台灣激進就只有你嘛 所以他就是在罵你嘛 他罵你說你什麼事都不幹 就整天直播慢跑丟棒球 然後做綠營的橡皮圖章 你也回應一下 對 我是側翼 我是台灣的側翼 我是橡皮圖章 我是我們選區選民的橡皮圖章 來立法院代表行使民主政治的 但是他這有一個問題 我簡單三點回應 第一 他說我沒有準備這順 不知道在這裡做什麼 除了參與民主進步黨的守夜行動 我是第一位在這順 所以我有準備這順 我去那裡是要修好我的這順款 不是要和民進黨和民進黨去打 你準備要這順什麼 那是陳菊上台你準備問他什麼 因為我們有幾項事情很客氣的 包括國家領館委員會 包括我要問他說他對彈劾糾正案 所謂的看法以及未來行使的方向 頂頂 我們都是照聘照鏡照 這樣真的有準備 沒有準備 沒有準備 但是他說我沒有準備 這第一點他們科學政黨 沒有經過科學查證 這算帶風向造謠的一種 第二 全世界要用政黨的民視 給我唸只有一個新黨 我想不到第二的隊 起來競然是民眾黨 那第三 這個 他們這個行為 我感覺有一個特色就是 你看他是所有的黨都唸 他在找人完結 他在找人完結 你看我那段時間 你會比較國民黨黨 他全部都唸到 但是事實上 蔡壁如接吻的時間的時候 人家在總統府議 他沒有在理會 這蔡壁如有上台時尋過嗎 沒有 因為我第一位 我高檔 沒有嗎 沒有啦 他叫國民黨黨議 這就是國民黨站了之後 大家沒辦法去接吻 不是我說過期他要接吻過嗎 他要接吻 應該理論上有接吻 理論上 有啦 沒有啦 但是感染疫情 我們現在說這案 高檔日子35時 我接吻的時間 不是說我在這裡等 等不到他們兩個在那邊忘記嘛 國民黨把主席帶吻的 所以你有傳的 對啦 你有準備啦 對啦 我有準備啦 來 禮拜五一定還會再戰嘛 禮拜五 而且是最後決戰 禮拜五要回頭 17號是投票日嘛 17號是原本臨時會規劃的投票日嘛 好我們來拆解國民黨 據說有三招 也不是三招啦 其實一場你看久了 你就知道也沒什麼可以招數 可以玩的嘛 第一個 又是老戲重演霸戰主席台 不讓他開會嘛 如果霸戰主席台 如果不成功 因為那一天投票 要設那個投票所 投票的那個價值什麼 第二個就是阻礙你設投票嘛 如果又阻礙不成 又阻礙不成 只有第三招叫做排隊不領票嘛 我排在民進黨前面 排隊不領票 兩邊去排隊領票嘛 我排在民進黨前面 我就排隊不領票嘛 我排隊不領票不就是 後面的人也不能往前走啊 排隊不領票嘛 排隊不領票 是這樣喔 以前用過啊 以前用過啊 但是現在問題是說 這些招數都用過 我們每次在算 國民黨霸戰主席台 都在算幾分鐘內被堪用 就全部被清掉 被清掉 那現在就是唯一比較麻煩 其實比較有一點困擾的是 那個投票所的設置啦 投票所的設置 因為有工作人員要進來 設置投票所 換言之民進黨立委要去保護 那一些 這是過去拆投票所的畫面 對 一情一情用過了 排隊不領票也用過了 在一場裡面 大概也只有這幾招啦 不然你要幹什麼 真的像一場外的抗爭 砸東西砸水 所以禮拜五還會打嗎 這也是另外一招啦 只不過比較難看一點而已啦 好 禮拜五還會打嗎 禮拜五還會打嗎 我覺得國民黨這一次會不會打 我覺得禮拜五還是有可能 來來 問一下文杰 你老婆禮拜四還要去稅立院嗎 禮拜四 有被通知要去稅立院嗎 就是禮拜四晚上 前一個晚上 就是 所以禮拜四還是會去稅立院 沒有手藝場外面 還是會守 還是會守在藝場外面 剛剛伊富哥已經拆解國民黨 可能會用的招數嘛 第一招霸展主席台 第二招破壞投票 第三招排隊不領票 那民進黨有沒有也沙盤退一下 如果他們使這些招 你們要怎麼應對 這個一定沙盤退員都做過 柯建銘這個 反正到時候一定可以見招拆招 一定會處理完畢 這樣你就沒說了 這樣你們準備怎麼樣 這不能夠在這邊講 不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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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你那麼笨把人家講出來 不是 民進黨有什麼見招拆招 就是人多 會一個一個拉開而已嘛 是 說明了 就是要找看 做自音樂的 自音樂的 全部